我们在这边来介绍偏导数 Partial Derivative 在介绍偏导数之前的话呢 我要先介绍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话呢 我们念 Partial 它是取代我们原来单变数的情况之下的低 那么什么时候会产生这个Partial的问题呢 是只要是变数超过了两个以上 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唯分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以其中一个唯变数 那么唯分就势必会有偏导数的存在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定义 我们的话呢 来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在单变数的时候 单变数的唯分的定义就是一个极限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Partial F Partial X 在X0 Y0这一点的偏为分 那它是怎么算的呢 现在重点是在这边 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变数是X 变数是X的话呢 那X是一个变动的 那么Y呢 Y就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Y它是一个Fixed固定的 它的话呢 是我们不动 我们把Y当作是一个常数来做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变量在这边 X是在变动 Data X放在分母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0 Y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以X为变数 对F来偏为 这F当然是一个双变数的函数了 再来看下面这个 这是我们的话呢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边的变数是Y 那么变数是Y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变动的地方是在Y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X的部分的话呢 是怎么样 F X就是变成了一个固定的 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固定 把X固定起来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话呢 偏导数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 偏导数的几何意义 现在我们先讨论的是 partial F partial X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意思就是 视Y为常数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黄色的这个曲面 这个的话呢 我们叫它Z等于 F of XY 这是一个曲面 那我们的话呢 为了简便 让同学就画成这种形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X为变数 对这个Z来偏为 那么就是说 视Y为常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是Y轴 那这个就是Y0 Y0假设的话呢 是Y是固定在一个数字上面 就相当于就是 一个平面切过来 那么我们这个曲面的话呢 来说的话呢 就会变成什么地方呢 就会变成了 一条曲线了 那么这个点 我们的坐标的话呢 来我们的话呢 对应下来 就是X0 Y0 那么我们这条切线的斜律 就是所谓的Partial F Partial X 然后在哪一点呢 在X0 Y0这一点的 切线的斜律 那么各位同学要了解 这个的话呢 一样是切线的斜律 不过是在这个方向 我们从这边看过去 那这边的方向的一个 切线的斜律 同样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Partial F Partial Y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情况跟对X偏围是一样的 现在的话呢 是Partial F Partial Y的话呢 它是X 这个地方是固定的 X这边固定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这条线 这条曲线的话 来说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平面切过来 那么我们的这个点 坐标 在这个点上面的 切线斜律 那就是Partial F Partial Y 在X0 Y0的这一点的 切线斜律哦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各位同学 有了概念之后 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要介绍 切平面就简单多了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计算 那么我们来看看立体好了 这个立体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函数 它是双变数的函数 那么我们来做的是 Partial F Partial X 那各位同学 要怎么做呢 来我们的话呢 这边来看 这个变数是X 就相当于对X来为分 这个地方我们的要点是在哪里 我们这边的话呢 要 这个这是最重要的 解题的过程之中的话 来说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Y当作一个数字 我们解题就很简单了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的话呢 对X来为分 3 2得6 这个很简单 这就是6X的二次方 好再来 这个怎么办 这个以X为变数 对它来为分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XY这两个是个独立变数 我们要把Y当作数字 数字的为分 同学都知道是0 好我们再看下去 这边的话呢 这是数字 这是数字 X平方 那为分怎么写呢 这边就写 加上2 3得6 6XY 再过来 4X的为分是 4 再过来呢 同学要知道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Y是数字哦 数字乘数字 它还是数字 数字的为分 0 所以这边不要写了 6 数字的为分 都是0 所以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答案就是这个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是以Y为变数 对F来偏为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要点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要点是 是X为常数 我们要把X当作常数来做题目就简单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数字乘上X 就都是数字 数字来为分都是0 第一个 3Y的 二次方 再过来呢 这边 这整个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 我们要视它为数字 所以直接照超 这边Y的话呢 就不见了 加上 3 X的 二次方 这边 X 4X不见了 这边是 加5 这个就是我们的话呢 对于偏导数的计算的一个技巧